2022年3月25号星期五股市早播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股邦 网友说前两天指数六连扬 哎呀之前的亏损还没有回本呢 结果昨天一个跳空低开又被套住了 那网友问说这是咋的呢 那大盘还能不能涨 今天如果下跌那该咋办 你看这一系列问题 实际就是一个问题能不能涨的问题 如果涨了什么都迎刃而解 好技术上看不会跌 如果今天要是出现一个低点 哎反而是个介入机会 我们看看一组数据 来这是带个表格 从数据上看啊 3月16号这一天 咱指的是A股的涨跌加速比 从这个方面看 有4200多只上涨 具体的数字是4255只上涨 只有373只下跌 那17号呢 瞧瞧这根量能柱也挺大 上涨的是3691加 下跌的有843股 3月18号这一天 这不有所下降吗 但上涨的也超过了3470加 下跌的有1110加 3月21号就是周一 上涨的是3190加 下跌的是1300加 看下跌的 咱指的是跌的多的杠杆上涨 是不是杠杆上涨 3月22号上涨 1950多加 就这个 缩量了 下跌的呢 却有2500加 还有3月23号 上涨的和下跌的几乎持平 都是2200多加 虽然指数是出现了六连扬 但是涨跌加速比却累累下降 这是一个递减的过程 而且从成交量看啊 还是一个第四下降 看 这看的更明确 这几天 从3月15 16 17 18 一直到23号啊 成交量是累累下降的 那么 有一种说法 你看 昨天呢 上涨的只有940加 下跌的有3600加 难道是下跌趋势 这不出现了逆转之后 说这个形势变了吗 这个可不见得 那么市场 从成交量下跌 或者从成交量萎缩情况看 那么 量缩 价跌 这个反而是个好消息 如果昨天 本来是下跌的股市 3600多只吗 如果下跌 这个要有位置 要是放量 那可不好吧 你看 各大指数呢 从分时图上的走势 这个也能看出来 都是低点 见次抬高 那由于昨天早盘 集合竞价 一个跳空低开 直接把资金啊 都套在里面 跳空低开 人们一般的不是不会卖的 都想观看观看 结果 低点 见次抬高 就是盘中的低点抬高 这散户是不会出来 而且大资金也不会往主跑 个股呢 虽然说 这个涨跌加速比 原来这还是持平阶段啊 昨天呢 是倒过来了 是3600多只在下跌 可是指数呢 在成交量萎缩的时候 指数并没有跌得太难看 这个就是有技术性护盘 或者是说已经有人在出手 这个技术信号很关键 如果今天大盘能够顺势再低开一点 并且向下打一打 然后反起 就这样的走势很健康 所以出现低点 反而是个进场信号 就是买点 那么今天 在不断的就这种下跌预期的情况下 有人在心里头很打鼓啊 实际这个时候呢 在技术上可以定义为 反弹还会延续 不是说 从这个成交量下跌 它就一定会下跌 那好 倘若今天要是出现一个急速下跌 那我们也得有一个防御的措施 不是 古邦给出了一个 这个点 这个看 3月18号 这个实体性阳线的下跪 就是3207点 如果要是快速下跌 跌破这个点位 不用跌到这个 它就有一个跳空缺口吗 不用跌到脚型反短这个缺口 我就会做出一个减长的动作 那么减出去了什么时候加回的很关键啊 再给出一个加仓点 就这儿 这个大实体的阴线 3月15号这一天 3063点 下跪吗 不用等到最低点 3023点 就是跌破了 3063点 3月15号实体下跌 我就会加仓 很多人都是 减仓的时候呢 有了勇气 但加仓呢 却很磨叽 不果断 好 今天大概率呢 是一个震荡上涨 这个是从技术上看 那么上涨 这个位置可要进入一个震荡期了 就是快速上涨 或者是在这块震荡上涨 那么最起码 不涨不跌 给这震荡加剧也可以 但咱们给出一个幅度 震荡的宽度 上是200点左右 那个位置有压力位 下呢是230点左右 那个位置是强支撑 如果说震到下面这儿 假如像我这个笔画到这儿 震下来了 震下来的时候呢 那不正好形成一个双腿吗 双腿 这个呢 古邦管它叫板凳腿 也就是常见的双腿形态 那好 这个都是咱们为羽筹谋想出来的 不一定会这么走 大概率呢会这样的 这不走出了一个 头肩底的形态吗 对吧 好 我目前60%仓位 有14%的券商ETF 和中俄贸易的14% 还有新冠的6.2% 还有煤炭的5.6% 还有房地产的5.2% 和炭中和ETF的5.1% 双创ETF5.1% 还有中正1000% 4.8% 这个些大多都是ETF 因为ETF在上涨的时候呢 不会输 或者是说它跑赢平均指数 或者是跑赢平均的一些个国 而下跌的时候 它是抗跌的 大家也看出来了 好 这些东西纯是个人的分享 没有知道别人的意思 再说国际消息方面 像北约那般的峰会召开了 而且多方参加的会议呢 已经达成了声明 说要增加他们的军费开支 尤其在军事部署方面 还有对乌乌的支援方面 你说这不是脚手棍吗 咱们再说欧洲峰会和G7 也要召开了 都在这个敏感时间点 为什么大盘呢 还有说咱们一直在等 就在等这些消息 现在联合国冒发会 这边也说了吗 由于俄乌冲突 2020年经济呢 又给下调了一个百分点 1%啊 从3.6%下调到2.6% 这个1%相当于 这个增长速度的30% 你看到没 很大呀 再说伦敦那边 对于腰镊 这个镊呀 又开始控制 如果不控制 还是进行爆炒 看到没 全球资本就是这么一个事 哪里有力 哪里足 这就是资本市场上 一个血的教育 咱们国内呢 镊这个东西 也涨了20% 但咱们这呢 没控制 你看伦敦那边可控制了 被第二轮交易的 全部报废 这个单子报废 为了就是遏制这些恶草 那么咱们这今天估计也会出现 再说新加坡4月1号开始啊 说打过新冠疫苗的呢 可以不用隔离 这只要有这个疫苗的证明 那么就可以入境 看到没 疫情现在已经进入到 快到一个反转期了 据说 再说隔夜美股 道指在这上涨 涨了1.02 纳指在这大涨了1.93 看到没 也是震荡上涨 出现低点上涨 没毛病 这个位置出现大涨啊 可能是个概率比较大的事 那么标普还涨了1.43 这里面需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芯片概念股 双方上涨 双赢吗 什么英伟达 什么英特尔的啊 但是咱们 别看他们涨这么多 咱们中概股啊 今天昨天隔夜那边 可不太好表现 欧洲那边是涨跌互线 那么我们看 咱们A股啊 现在最希望的 在这也出现个大涨 那么就会提债能气啊 再说原油 又回到了1.12 也就是112美元 黄金在1960 黄金又涨了 这都是避险情绪 咱们国内的消息最大的 今天要抽水从市场 800亿 因为有800亿 你回购到期吗 出来混 总得是欠账额得还呢 那是上周欠的账 北上资金净流出一个多亿 这可真是挺好 紫金矿啊 净买入三个多亿 有人说 看起来这个黄金涨有道理啊 两市融资余额 这个是股邦 现在又开始说了啊 如果市场快出底的时候 股邦就开始大乌这事 你看两市融资余额 户市现在是融资8000多亿 三市是7000多亿 这个里面 一共融资余额是1.59 1.59 记住这是万亿 比昨天增加了一点点 3000多万嘛 这个里面传递出三个信息 这个是小分享啊 第一个 户市的成交额 你看 咱指的是这儿啊 户市平时的成交额 没有深市大 在这儿 自己一看就能看得清楚 那为什么融资额 却比它大呢 这是第一 第二 昨天成交量萎缩 那为什么 融资余额反而上升呢 第三个 两市融资余额 现在是不到1.6万亿 想一想 这个数字 如果给它变成2万亿 或者1.8万亿 会是什么样呢 对呀 这个就是属于地量萎缩 那么交头萎 两市成交萎缩 但是 这个 现在融资余额 却慢慢流点 往起起 是不是传说中的 地量 地价呢 这个是古邦的小分享啊 希望大家呢 在这儿 有喜欢的留言区留言 我们互动 央行呢 要扎实推进 数字人民币的这种试点工作 实际这些 试点扩为 都是对市场的一个向好 这也不单单是增加流动性的问题 也是提高我们国家的金融质量 那好 再说绍兴 手套房 贷款比例 最低降到5.05 一想 它没有苏中那个地方降的多 对吧 但是 这个趋势已经形成 所以房地产总体利好呢 政策频频推出 再说 2月份啊 私募报备呢 又出了666个 看这个数字很吉利啊 66大顺 爆的点 那这也是一个大涨的信号 规模呢 是在300多亿 这是 你想想 它发行完产品私募干嘛呀 那不得进股事吗 这个就是真正的增量资金的 这是进场信号 再说 券商报告啊 说 东方证券说 说它发行了150亿的刺激债 而且 增加会已经获皮 这都是什么意思 一提到刺激债 大家脑云都嗡嗡直响 那这也是为了给市场增加流动性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 这么多年来 刺激债 这个影响又弱了 淡化了 或者又开始出山了 好吧 我们看看 现在 季报行情就又来了吗 农业股 打响季报第一枪 肿子欲洗 好 说说今天咱的策略 我仓位60% 现在进入优性劣汰阶段了 同时呢 我得留下好的 干掉不好的 今天是时间节点 很关键 那么我们需要格外的提醒 提高注意力 好 朋友们 我是古邦 今天上午怎么操作的 中午跟大家讲清楚 喜欢大家关注 我们中午收盘见